嗨,大家好,今天我想开箱一个小米的Note 新款 然后这个目前在官网买的特别特别难,因为就根本没货 所以我也在淘宝买的,价格会贵一些,但是只能这样买了,因为根本买不到 手机我觉得挺好看的,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特别版 它的后面是一个竹子做的,我觉得挺好看的 在韩国好像三星和Edge都不做这些样子的后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箱子的里面,一个是USB的线 然后充电器 然后是说明书,对吧 然后里面就没了,我以为还会有东西呢 然后这个手机,嗯,真的不错啊 应该撕开后面比较好 哦,这里,嗯,我很喜欢这个感觉,然后,是因为我在看着这个相机的屏幕,所以撕开的不太容易 对不起 哇,挺好的啊 然后开机 嗯,开机都没问题 嗯,所以呢,这个屏幕是跟三星的Note 4一样大 它是5.7寸 然后,它的像素是1080,然后386的PPI 嗯,然后它的CPU呢,骁龙801,然后内存是3GB的,嗯,都很不错 然后,以后有时间的话,我还想做一个评测的视频 评测的视频啊 那,谢谢大家 拜拜 嗯,这个问题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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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